男人不爱和妻子做的汤 被妻子和情夫合谋杀害 关键是他死前 就已经转入了另一桩命案 为了躲避警方的调查 妻子让情夫假扮成男人谋婚过关 没想到这个决定 让他们惹下一桩又一桩凶案 枉费看念又出悬疑新作 一锅大麻烦 硬质嘛 不管是脑洞 悬疑 甚至是狗血剧情 那都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作品 只是截至目前 知道他的人少之又少 连评分都没有 只能由看过的你 来为他打分了 玛雅在嫁给夫伤普拉之前 他只是医院里的护工 如今摇身一变 成了阔太太 日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过 每天他都要在丈夫起床之前 备好符合口味的餐点 但玛雅的厨艺实在太糟糕 忙碌的一早上 做出来的羊蹄汤又腥又臭 普拉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就是无法瞎咽 光是闻着都差点吐出来 实不相瞒 因为玛雅的汤 普拉都患上了胃病 他只能趁着玛雅不备 偷偷倒进洗碗池里 偏偏玛雅又有个餐厅梦 三番四次救着普拉出资 大半年下来 普拉只能应付着 说手头的项目谈成了再考虑 普拉手头有自己的低皮公司 除此之外 他还和哥哥安文 是朝阳公司的合伙人 明面上 朝阳公司还算正经 可安文私底下 不停收购毒蘑菇 还做着面粉生意 而普拉所谓的项目 就是想说服安文投资三亿 为他创办一个豪华度假村 为了献殷勤 他还带着阿文 去自己经常光顾的按摩店 谁让阿文对这个投资 根本没兴趣 还嘲讽普拉 和一个协业按摩师 长得一模一样 普拉要钱 并不是真想开度假村 而是他偷偷挪用了 朝阳公司三亿公款 想在被发现之前 找借口让哥哥 出一笔钱填补窿罢了 两兄弟 可谓是个怀鬼胎 但普拉怎么也没料到 协业按摩师乌美 今天是玛雅的地下亲人 他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 经常要让玛雅 偷普拉的钱养他 每次的借口都是交房租 实际上 他拿的钱 一次又一次出入赌场 早已站台高筑 却死心不改 这一天 是普拉家族聚会的日子 玛雅迫不及待 到现场熬汤 据小侄女布雷所说 公司会计 已经要到了现场 玛雅早就听说过 会计和普拉不亲不楚 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普拉不在意他的感受 拒绝和羊蹄汤不说 禁止此乡会计 和他有说有笑 普拉本质就是个花心的男人 早就背叛了婚姻 经常和赫哥一起 招来不少俄女举办派对 私生活极其不检点 只是最近他有了困扰 随身被包裏 不知被谁塞了一封勒索信 除了威胁要曝光私生活外 对方甚至还知道 他挪用公款的事 家族聚会上 一个陌生的男人 凑过来和玛雅掏近乎 明里按理打听他的消息 玛雅心里生出疑郁 尤其是在看到 普拉和男人交头接耳之后 他的怀疑更深了 在聚会结束后 男人还躲在车里偷拍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又带着怎样的目的呢 普拉从不让玛雅抛头露面 哪怕他想学烹饪 也只能鼓着一身黑跑 用着假名 克拉拉去找老师 刚离开厨艺教室 玛雅就发现 聚会上的那个男人 又在汽车里偷拍 他冲上前和男人抢夺相机 为了好大的劲 男主一想起 应该启动汽车 此时相机 已经被玛雅拽了下来 还没等男人反应 一辆卡车 静止让他冲过去 接到消息的乌美 赶去玛雅家中 相机里拍下的 全都是男人的奸情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男人是普拉找来的私家侦探 既然他已经开始怀疑了 倒不如收拾东西赶紧跑路 乌美还画了大饼 所以一定会给玛雅 开家豪华餐厅 渐渐的玛雅也开始心动了 就在此时 门铃突然想起 普拉提前回了家 玛雅掩护着乌美 让他躲进厨房 可他们差点忘了 放在卧室里的相机 还是乌美临时从厨房折返 再次钻进了卧室 不过他已经来不及逃跑 只能躲在床底 玛雅试图从普拉嘴里套话 和他闭口不谈侦探的事 转移话题说 马上就能给玛雅 开一家高级五星级餐厅 玛雅被幸福冲回了头脑 当即放弃和乌美私奔的念头 不断倾诉自己这一生 过得有多不容易 可一回头 普拉早就睡着了 根本没听进去 趁这个机会 玛雅让乌美赶紧从家里离开 两人正在走廊里依依不舍 普拉已经醒过来 准备服用喂钥匙 要不慎掉在床下 因此摸到了相机 还抓到了正在走廊里 说着缠绵情话的两人 他怒不可恶地掐着玛雅的脸 雾美健壮 拿起架子上的奖杯猛地砸过去 普拉不敌 瞬间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 警探赶到侦探的死亡现场 助理小胖给现场拍了照片 也给周围的居民录了口供 撞向侦探的卡车和司机都不见了 调查一时半会也无从下手 但有个流浪女提供了关键线索 看见一个滚着黑袍的女人 从楼上的厨艺教室走了出来 除此之外 小胖还发现 有人给侦探拨过好几通电话 他给那个号码回拨了过去 可接电话的却是玛雅 玛雅缓冲丈夫已经睡着 第二天才能够协助警方查案 过段电话后 两人先用地毯 割好普拉的尸体 驱车到15公里外的森林 一直挖坑到天亮 终于能够将普拉掩埋 雾美头脑逐渐恍惚 一个不留神 跌进坑中 看见近乎一模一样的两人 玛雅的心里 突然有了可以瞒天过海的主意 警探带着助理小胖 去了侦探母亲家中 他一副神圣叨叨的模样 不断说着是神的旨意 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线索 趁着警探问话时 小胖去了侦探的房间 在他的电脑里 发现一段视频 得知了普拉曾向侦探委托 要调查勒索性的事 他们再次打电话给普拉 同样还是玛雅接听 他故作镇定 表示明天一定会带普拉 去警局配合调查 可普拉已经死了 他发这样的大话 有什么意义 警方找到了照射的卡车司机 刚开始他还不愿承认 坚决说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可在一番严刑拷打之后 还是老老实实坦白 当晚他喝了酒 正准备将车停在一边 侦探的车就这样冲了过来 他刹车不急 才酿成了车祸 但他也看见 现场还有一个裹着罩袍的女人 那边买了便利店 购买了一瓶强酸清洁剂 乌梅等不及 赶过来寻她离开 直到回了家 玛雅才说出自己的计划 乌梅和普拉长得九分相似 只要掩盖她的邪眼 她就能以普拉的身份继续生活 到那时 什么出轨 什么谋杀 通通都不存在 乌梅本来还有一丝残存的良心 犹豫着要不要执行这个离部的计划 可当她想到 能变身富豪 继承一大笔财产 还能名正言顺跟玛雅生活 还是妥协了 玛雅将清洁剂倒在路边的草丛 又在身体上涂抹一部分 做出被人袭击的假象 接下来最难的 便是乌梅的眼睛 玛雅给她注射了止疼药 用清洁剂 一点点涂上她的眼睛 不论是心理 还是身体的疼痛 这让乌梅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折磨 此时小胖找到厨艺教室 和老师否认见过身穿罩袍的女人 没说几句 就匆匆离开 厨艺教室隔壁 是一家美容店 在受了小胖一百好处废后 店主提供了罩袍女人的名字 克拉拉 玛雅的备用机响起铃声 得知是警察要找克拉拉 她吓得赶紧关机 拔掉了电池 同一时刻 乌梅受不了漫长的折磨 干脆心一横 拿起整瓶清洁剂 全都倒在眼睛周围 瞬间 灼烧的刺痛遍布整张脸 玛雅只能将她送往医院 医生建议要立即做清创手术 还遗憾地表示 清洁剂已经将她的一只眼睛腐蚀 容貌会受到极大损害 就连生态也会受到影响 接到消息的警方 很快赶到现场 玛雅展示了自己的眼睛 皇上她就和丈夫普拉拉在散步 突然有一个蒙面人冲过来抢劫 本来现今 手势都给了劫匪 可劫匪非要他们定制的情侣项链 普拉拉不肯给 劫匪一气之下 向两人破了硫酸 普拉拉为了保护玛雅 脸部受损 而玛雅只是胳膊上有点皮肉伤 一番生情必貌的演讲 甚至让所有人都对她产生了同情 警探告诉玛雅 有人给普拉写了一封勒索信 玛雅虽然不知道私人派对 但她清楚记得 挪用公款这件事 除了自己和丈夫之情 她私底下还告诉了乌梅 勒索信是谁发的 心里也有了底 玛雅本以为乌梅和她在一起 是为了找到机会向普拉勒索 可当乌梅坦白 需要钱是想带她离开 玛雅的心还是软了 低头对一瞬间 她心里一震 猛然察觉到 那条情侣项链 还在普拉的尸体上 小胖查到 克拉拉的手机号 登记在乌梅名下 顺头摸瓜查到她工作的按摩院 在房间翻找垃圾桶时 还找到了一大堆 被撕死的勒索性废纸 勤探察觉到 玛雅的话里可能参加着谎言 让小胖赶往审查调查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玛雅早有准备 之前泼过清洁机的草丛已经腐蚀 印证了她说的话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破绽 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嫌疑人乌梅身上 玛雅裹着黑袍 来到乌梅家中清理证据 她将两人的合照全都清理干净 等到小胖查到乌梅家中 刚好看到她开车离去的身影 小胖也立刻骑车跟了上去 玛雅不知情 一路到了埋葬普拉的森林 由于地处偏远 手机在这里接受不到信号 小胖无法请求支援 只能硬着头皮 独自调查 玛雅挖出普拉的尸体 刚扯下那根情侣项链 小胖就将她抓了个正着 看到坑里的尸体 心里也明白了大半 立刻去追赶逃跑的玛雅 天太黑 绿有事在不好走 没多久 跟丢了不说 小胖还不慎扭上了脚 手机和刚才一样 没有信号 她瘸着腿 沿着小路往山下走 走到了悬崖边 总算有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刚打给警探 说出自己的发现 玛雅就赶了过来 而警探根本没有听听 小胖说的话 稍一分心 小胖就不慎从悬崖跌落 玛雅又背上一张明昂 她赶回尸体附近 将所有真物扔进坑里 以把火烧光 事到如今 她已经无法回头了 医院里 阿温和侄女布雷 正请问医生普拉的病情 看见玛雅后 布雷热情地跑来 而玛雅随即恢复了笑容 阿文为普拉操碎心 偏偏布雷收到了 巴黎艺术学院的陆续通知 她不愿布雷离开家乡 去异国漂泊 父女俩大吵一架 可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后布雷只能暂时决定 先留在公司 为父亲处理账务 她发现 父亲为了贪污钱款 做了不少家账 奈何一直跟在父亲旁边的叔叔 卢卡不肯说实话 布雷只能自己想办法调查 乌梅的眼睛逐渐好转 她回复后看到的第一个人 是普拉的情人 公司会计 听着对方诉说两人间的情谊 乌梅没有耿出任何反应 毕竟她又不是普拉 玛雅刚好赶来 会计之地找了个借口 匆匆离开了医院 玛雅自信妈妈拿出羊蹄汤 本以为乌梅会满心欢喜喝下 可甚至警方问话时 乌梅也偷偷将汤倒进了垃圾桶 玛雅以病人刚刚恢复为由 劝走了警方 阿文又带着人赶了过来 拉着乌梅 替她交代勒索性的事 乌梅承受不住阿文给的压力 透露了一部分事实 说只是有人得知了兄弟俩 举办私人派对的事而已 打消了阿文的疑虑 两天后 在水里吸吸的孩子们 发现了小胖的尸体 接到消息的警察很快赶往现场 曾经活泼的助理 就这样变成一具尸体 她心痛万分 迅速成立调查组 要抓住幕后真凶 小胖死前 给警察发了勒索性的照片 在整理小胖遗物时 警察还找到一本诗集 里面夹着一些纸条 全都是关于乌梅的线索 而发现尸体的地方 又是在乌梅房子的不远处 她早就被认定成勒索案 和流算案的犯人 如今更是加上了对她的嫌疑 只是乌梅没有固定住所 没有身份证 除了知道她是暗幕院的济世以外 再没有任何线索 至于那个假名康拉拉的女人 可以确定 她和乌梅有联系 但见到这里就陷入了瓶颈 到了乌梅拆除绷带的日子 一生遗憾地表示 清洁剂完全伸进眼睛 病人虽然昨脸容颜近毁 但是能表出面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消息正中玛雅下怀 从此乌梅就可以光明正大 用普拉的身份生活了 阿文虽然脾气暴躁 但毕竟普拉是亲兄弟 她还是真心关心对方 为弟弟举办了一场欢迎仪式 还将玛雅夫妻俩 在北独住的孩子桑迪接回了家 好在桑迪和父母分开至少八年 她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异常 只是觉得长久不见面 所以父亲和她才没有任何话题罢了 到时阿文 非要让乌梅加下面罩 她还不清楚 乌梅替了普拉的身份 发现要让乌梅付出代价 并且她已经让卢卡查到 乌梅曾在老家 遭到谋杀未遂的指控 逃生到新的城镇后 做了小半年护工 又去了按摩院工作 而乌梅听完他们的叙述后 也签订了绝心 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露线 受乌梅的委托 乌梅还特意问了 关于度假村和餐厅的事 才知道普拉一直在撒谎 她根本没有打算答应乌梅的请求 乌梅一时失了神 而乌梅竟然接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有人用他们挪用公款的事 发了一封威胁信 这件事只有普拉 乌梅和玛雅知道 怎么可能又冒出一个神秘人 而勒索性的金额 进去到各为主 谁又能得到如此精准的信息 与此同时 锦探来到赌场 这里的每一个人 对乌梅有影响 但至于他住在哪 和谁有来往 并没有人关心 刚走出赌场 锦探就看见小胖的摩托 停在附近 他再次闯进赌场 举相对着刚才那几个赌徒 却不小心踩中木板 最终晕倒在地 醒来时 锦探已经被扔出赌场 像是出现了幻觉 他居然看见了小胖的身影 从此以后 小胖如影随形 不管走到哪 警探都摆脱不了他 当然 除了警探以外 其余所有人都看不见 乌梅和玛雅被传唤到警局 他问起玛雅 是否认识乌梅 他紧张地回答 从没听过乌梅的名字 也不认识他 毕竟他只是普拉的按摩师 然而并没有任何交集 乌梅在用普拉的身份 教导了如何在按摩店和乌梅相识 至于勒索的原因 他也只是说自己私生活不检点 和各个按摩师不声说漏嘴 这才被抓住了把柄 乌梅将普拉的肢体语言 模仿得很到位 这完美的演技 就连警方也没有识别充破绽 可在玛雅和乌梅走后 警探又反复听着刚才的录音 小胖再次出现在身旁 而警探也立刻明白了什么 既然玛雅从没听过乌梅的名字 又怎么会提前知道 乌梅是普拉的按摩师 灰尘的路上 玛雅做某起勒索性的事 想到了一个人 公司会计 他负责公司账目 又和普拉有过亲密关系 只有他有机会知道 挪用公款的事 并且精准到个为主 可会计说 他对普拉的情谊特别深刻 即使公司快破产 也从没想过背叛 玛雅这才得知 公司剩余资金 只有1000万左右 员工也超三个月没拿到薪水 普拉名下的房车 马上面临抵押的风险 一切的原因 都是普拉曾用玛雅的名义 带了十几笔数额不小的款项 却无法还上 会计清楚知道公司的惨状 肯定也不会去勒索 一个即将身无分文的人 他没有了嫌疑 可玛雅快要崩溃 如果还不清欠款 坐牢的将会是他 面对着和普拉 长相一模一样的乌美 玛雅无法冷静 和他大吵一架 没多久 乌美又收到匿名邮件 神明让他付2000万封口费 否则就将事情告诉阿文 为了事情不被拆穿 乌美只好打给会计 让他先将公司资金权都提出来 可会计正参加印度古武术表演会 普拉只能先去现场等候 警探想到小胖的摩托车 他抓了几个赌徒 一番逼问中有了线索 这些人在森林里偷偷砍出卖钱 无意间发现小胖停放的摩托 顺手牵羊罢了 线索在此断开 警探只能拿出小胖的尸体 交给警犬 期盼能找到一丝痕迹 玛雅心不在焉地下厨 门尔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厨艺学校的老师 警方找他后 他就知道玛雅惹上了麻烦 一直没有对警方透露 玛雅只是咯啦啦 只是想着 以后可以从玛雅这里捞掉后处 离开的间隙 郭里德塞差点烧壶 看着魂不手伤的玛雅 弗雷抱着他轻心安慰 还不断打听 公司的账目是否出了问题 玛雅想起 好几天前 弗雷提起过 他现在负责处理 招扬公司的账目 如果说公司少了赞役 他肯定能够发现 难道发送勒索邮件的 会是布雷 布雷想去巴黎留学 可阿文坚决反对 还断了他所有的资金来源 于是他只能通过 这种极端的手段抽签 他和普拉都是阿文的亲人 即使阿文事后知情 最多也只是一顿痛骂 但玛雅是外人 阿文饶不了他 所以布雷请求玛雅 双方一起合作 从普拉手里勒索一笔钱 他可以远赴巴黎 而玛雅也能完成五星级餐厅梦 可现在低皮公司都快破产 又怎么可能拿出好几千万 这个方法根本不可行 会计的表演结束 乌梅和他相遇在后台见面 本来乌梅想让他取出 公司余下的钱款 结果脚下一滑 直接倒在会计怀里 这一幕也被赶来的玛雅目睹 为了让布雷好好留在印度 阿文准备给他相亲 回忆起往事 他唏嘘地说着 当时妻子生下布雷就离世 而他在谈生意 连妻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听见母亲的时候 布雷更是怒不可遏 和阿文大吵一架 挨了一巴掌后 躲门而出 而卢凯也冲过来警告阿文 再对布雷动手 他就不客气 临近深夜 警方还在森林里寻找 没想到警犬还真的有收获 带他们到了普拉的埋尸地 警探重回小方的坠崖现场 思索了一整夜 警员通知他 挖出了一具烧架的男尸 还找到一张乌眉 和一个女人的合照 尸体已经面目全非 无法辨认 只能交给总部做完整的尸体 大概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 而警探已在尸体附近 找到侦探丢下的摄像机 可经过一番火烧 所有证据已经被烧毁 布雷走到玛雅家中 向他提出了最新计划 虽然公司破产 但虽然可以一起联手 勒索阿文 让他拿出一大笔钱 本来凡心事就一大堆 玛雅糟心地不行 对布雷下了诸克力 可仔细想了一晚上 又觉得布雷的话 有些道理 再加上重队的债务账单 已经寄到家里 玛雅无路可退 只能同意布雷的提议 首先由乌梅与普拉的名义 去跟阿文坦白挪用公款的事 还谎称乌梅是幕后主使 要找他们勒索五千万 所以想让阿文拿钱消灾 可阿文又不是傻子 被金弟弟坑了 还会替他擦屁股 自然不会同意 布雷和玛雅筛选着交易地点 卢卡叫上了门 又要拉着布雷离开 来之前 他在布雷的房间 翻到一张纸条 明白布雷正计划 就冒进危险的事 并且前一晚 卢卡偷溜进侦探的家中 找到他藏起来的一些照片 因此得知 乌梅和玛雅有坚情 玛雅不好不忙 反问卢卡 布雷是否知道 他和布雷妈之间的事 却按了一击巴掌 布雷来不及听两人的对话 趁机给了卢卡一击 然而合理将他拖到仓库 为避免卢卡会中途醒来 玛雅还给他注射了一针麻醉 乌梅为事情失败感到懊恼 甚至认为干脆跑路算了 没想到 事情迎来了转机 阿文的面粉生意伙伴 不知从哪得知 他们一家被勒索的事 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决定终止合作 阿文正好改变主意 提了五千万存款 交给乌梅 让他去摆平这件事 乌梅得给钱去车离开 假装要跟不存在的自己赴约 殊不知 阿文早已起疑 开出手下的身后跟踪 验尸报告已经出来了 死者身高1米8 体重75公斤 大概在45岁左右 头部遭到重疾死亡 尸体损毁严重 看不出面部 可警探觉得 这应该就是失踪多日的乌梅 具体结果 还得等到 出了DNA报告才能确定 警探在尸体警问的右手上 找到一枚女士发家 联想到乌梅和一个女人的合照 推测发家的主人应该是 一直查不到踪迹的克拉拉 另一边 乌梅和玛雅 约好在游乐场交接 由于身后有人跟踪 他们无法直接见面 玛雅让乌梅去售票处 买了一张快艇票 等到她上船 玛雅和布雷则登上岸 偷偷给跟踪者的轮胎放弃 在这之后 乌梅带着钱离开 彻底摆脱跟踪者的纠缠 虽然兴奋地回到家 但意外 再次发生了 阿文竟然亲自到访玛雅家中 得知他们合起伙来勒索自己 愤怒地对着玛雅就是一巴掌 此时卢凯与搜寻过来 顺着争吵 找到了房间里的众人 布雷趁着机会拿起桌上的枪 责问父亲为什么这些年来 从来都不支持自己的任何决定 就连想要在家里 提起母亲的名字都不可以 阿文也坦白 他不肯提起妻子 不是因为布雷 而是因为他自己 没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很是自责 只能通过逃避 来缓解心中内疚 可玛雅却站出来戳穿了他的谎言 布雷妈去时候 阿文甚至都没参加葬礼 要是他内疚 谁都不会相信 而一切的真相 还要从罗卡身上说起 眼看瞒不住了 阿文只能假装妥协 趁布雷卸下防备后 抢夺他手中的枪 三分钟前 会计打不通普拉的电话 亲自赶到他家中 正好拍下了检人争吵的一幕 在抢夺手枪时 只听一声枪响 阿文随机倒在血泊之中 只要让他送往医院 玛雅还不忘提醒卢卡 如果阿文脱离的生命危险 任何人都不会好过 就连布雷都会遭到牵连 警探查到厨艺学校 向老师打听克拉拉的消息 他知道玛雅是富太太 握住把柄 就可以换得无尽财富 什么都没有透露 警探刚想带他到警局审讯 又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这才得知 阿文被送去了医院 布雷受不了内心压力 向警方谈判一部分真相 声称是自己和阿文起了争执 抢夺手枪时 不胜走火 虽然其他人看上去都没有嫌疑 可警探还是敏锐察觉到不对劲 他再次出现幻觉 看到小胖对他说了两个词 两山之间 鲜红 这个名语一般的话意味着什么 警探想不通 他询问玛雅 鲜红是什么意思 得知这个词 是用来形容 印度女人额头上的吉祥痣 可小胖 为何会留下这种讯息 走出医院 看到街上阿文公司的广告牌 正好就是两座山的图案 警探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医生带来消息 阿文的情话稳定不少 马上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可玛雅的神色 却无比凝重 他转身往阿文的病房走去 想趁人不备 巴想到的阳气管 奈何医生很快赶了过来 他的计划 也没能成功进行 警员在询问医生时 无意间看到一张合照 得知乌梅 曾在医院做过护工 而玛雅 曾经也是这家医院的护士 另一边 惊叹赶到厨艺教室 老师已经套着腰腰 但他还是用一点小钱 从美容店店主嘴里掏出了话 克拉拉经常会到这里学习厨艺 虽然裹着黑袍 但内城看上去非常高级 一看就是大火人家 他的眉毛很浓 额间有吉祥致 随身携带着 一根新型项链 有了这些线索 警探立刻带人赶到玛雅家中 早在医院上班时 玛雅就和乌梅有来往 他之前说 根本不认识乌梅的谎言 完全可以推翻 就连美容店主也指认了 他就是化名克拉拉 隔三差五就会参加 烹饪培训的女人 警探猜到了大部分 却始终没猜到 他们一直要找的乌梅 其实就站在眼前 即便如此 乌梅还是异常紧张 在深深吵闹中 痛一阵呼吸急促 彻底晕倒在地 乌梅被送往医院做了检查 同时 医生也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就在半小时前 阿文醒了 但他没有向局长交代全部经过 一再强调 不雷说的就是事实 还让局长不要再追究任何案件 否则就打电话给总局 让他们全部调理 即便警探手都有证据 可以证明玛雅和案件脱不了干系 但破一局长的压力 警探也只能闭嘴 阿文让所有人离开 唯独留下了布雷 鬼门关走一遭 他终于想通 不应该因为自私 就要断送布雷的前程 阿文下定决心 愿意送布雷去巴黎流血 但关于布雷妈的事 他仍不愿说出口 而在交代完所有事情后 阿文就厌弃了 玛雅心理也产生了一阵轻松 此时 乌雅收到会计的信息 他发了了前一天偷拍的视频 阿文也是长辞 家族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无需有过交集的政客负商 纷纷赶来调研 没有了凡心事 玛雅的衣埋一扫而光 可他怎么都想不到 卢卡将他和乌雅的照片 藏在了一个信封里 而他会成为电视炸弹 随时都可能引爆 律师宣读了阿文的遗嘱 他将全部财产 留给了布雷 还给桑迪送了一套公寓 但留给玛雅两人的 只有一张自制的五千元假钞 算是对他们的嘲讽 公司破产 玛雅也没能从阿文那里 捞到半分好处 如今甚无分文 他正想和布雷莎两餐厅的事 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人 正是厨艺学校的老师 他来找玛雅不为别的 正使得知玛雅 计划开五星级餐厅 想抢餐厅主厨的位置 警探待人赶到 准备抓捕玛雅两人 卢卡很快待人救场 还提醒警探 阿文生前告诫过局长 不准任何人责碰他的家人 好在此次前来 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警探抓到了 处于实现的老师 乌梅有收到会计的信息 没办法 他只能前去赴约 当问及他为何要发短信威胁 会计坦言 想要乌梅离婚 永远和他在一起 遭到拒绝后 会计快要抓狂 不久前 这个男孩在和他甜言蜜语 一起嘲讽说 玛雅如果开了餐厅 镇上的人都会被毒死大半 怎么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变卦了呢 警方将老师带走审讯 他拒绝说出克拉拉的下落 甚至抓风脉傻 试图以此谋红过关 警探刚想让他关键拘留室 阿文的律师 受玛雅所头赶到 将老师报示 玛雅付了一万分口费 让老师和美容店主 不要再给警方通路任何信息 赶回家又从儿子口中得知 莫名去见会计了 他给会计打出电话 要求两人之间做个了断 会计如愿来到废弃大楼 和玛雅见面 展示了自己之前拍下的那段视频 为威胁玛雅和美美离婚 否则就将视频传给警察 就在这时 卢卡一把勒住他的伯格 本来以为事情可以顺利解决 可他们都忘了 会计是印度古武术大师 区区卢卡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这两人打斗时 玛雅捡起卢卡掉落的枪 还没来得及上膛 会计却又没有站稳 从楼顶摔落 在查看时 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件事 也阴差阳错得到了解决 警探反复查看 普拉和侦探的录像 发现他桌子上 曾放着一个陶瓷雕像 可赶去侦探家中 侦探母亲却告诉警探 前不久来了一个蒙面人 将雕像拿走了 还警告侦探母亲 不能对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警探根据幻觉的指引 找到了卢卡的仓库 撬开门锁后闯进去 在房间里翻找到 玛雅和雾雅的合照 却不慎扯破 卢卡特意放进去的药水 等到他将照片带回警局 想给玛雅两人定罪 照片的影像已经模糊不清 这下无论他说什么 警长也不肯再相信 而且玛雅 早就让卢卡伪造了证据 用一对雾雅曾写给自己的情书 来嫁祸会计和雾雅私情 局长认定 会计随时都能查到公司账目 雾雅又是普拉的按摩师 他们联手合作 想要敲诈普拉一家 还伤害了小胖 而警员也找美容店主 又要来了克拉拉的画像 由此可以推断 会计就是画名克拉拉的女人 案件完全可以结了 玛雅和布雷苏在一起谈心 布雷马上就要离开家乡 去巴黎继续艺术生涯 他将一幢五星级餐厅送给玛雅 让他去好好追梦 这个夜晚大雨滂沱 玛雅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顾美看到了会计的尸体 请他人在无法揪助真凶懊恼 每个人的心境各不相同 不得不说 玛雅的演技满分 在得知会计的死讯后 他在瞬间表露出了震惊 那天在解决掉会计后 罗凯尔听从玛雅的指令 潜入会计家中 准备围造证据 刚好被堵在房间里的乌梅目睹 但他并不知道 玛雅只是幕后主事 警探找到乌梅 试图从他嘴里套话 尸体报告显示 森林里的交尸 死于流散事件前一天 警探一直怀疑死者就是乌梅 如果怀疑成立 就意味着流散事件根本不存在 一切都是玛雅夫妻俩自导自演 可到底发生了什么 能让面前的男人 愿意自毁容貌 警探在洗手间里 找到一瓶清洁剂 推断这就是用来混运的抢酸 随后 今天又拿出给会计定制的情书 这本来是乌梅写给玛雅的 听者再熟悉不过 他如梦初醒 明白玛雅 才是会计死亡的策划者 联想到尽端日子以来 他被牵着鼻子走 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孽 雾媚的心里 除了恐惧 还有心酸 警探回到警局 今天是他入职34年纪念日 同时们为他举办了欢庆会 可警探满心都是如何破案 根本没心情参加 局长大发雷霆 之前就一再强调过 不准让他调查玛雅一家的案件 一怒之下 停了警探的职 就这样 欢庆会变成了离别会 玛雅的生活倒是如意 有条不紊地搭理着新餐厅 老师成为主厨后 传授给他烹饪秘方 只要塞着腐蚀身边的蘑菇 将其通通晒干 然后研磨成章 再加进熬煮的汤里 并能成为一道绝佳的菜肴 但做出来的调料粉 还有一个弊端 每个人只能服用一点点 如果过量 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今晚 是餐厅正式开业的日子 无数时刻慕名而来 纷纷品尝奇特的汤 对玛雅赞不绝口 他永远成为正常知名美食家 名誉欠财双丰收 卢卡找到布雷 想告诉他真正的身世 布雷早就知道 即使卢卡才是他的生父 但他心中唯一的父亲已经去世 早就不在乎真相了 局长为讨好玛雅 向他透露 今天已经和乌梅谈过话 玛雅有此意识到 或许乌梅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玛雅单独为乌梅尝了一碗汤 尝到此般美味 乌梅如影穷将欲露 玛雅趁机问她 是否知道自己策划的一切 可乌梅只是打了个幌子 很快插开了话题 警探人在不断寻找线索 他拿着普拉和玛雅的照片四处打听 终于在一家便利店有了线索 这里书门的强酸清洁剂 是玛雅家里的铜款 而店主也告诉他 不久前 照片里这个女人 和一个鞋眼来买过清洁剂 这句话 让警探的脑袋犹如雷迹 而与此同时 森林交涉的DNA检测有了结果 死者的身份并不是乌梅 这个消息将所有的线索 成功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案件 警探带着警员一起 赶到餐厅开业现场 而乌梅还在房间中扭影 甚至用光脆肉调味料 等到玛雅赶回来 才发现大事不妙 正准备去找乌梅 却被警方堵住了去路 而乌梅已经站上舞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玛雅躲过警方阻拦 想制止乌梅出格的举动 这时 乌梅问他 还有时间 他是否愿意跟自己一起离开 可玛雅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乌梅健壮 也不再挽留 向众人看白了 光鲜亮丽的玛雅 正是警方寻找的格拉拉 以及这些日子以来 他和玛雅如何杀害普拉 又是如何烧毁左脸 冒充普拉的身份 一步步走到如今 无可挽回的地步 瞬间 调味粉起了作用 乌梅体力不知 昏倒在地 而玛雅 还在做无谓的挣扎 企图逃脱惩罚 就在他狡辩时 乌梅站起身 吐出一口鲜血 随后再次倒在地上 呼吸开始变得微弱 临死前 他还在说着 和玛雅的誓言 至死不渝 将乌梅送上车后 警察在悬崖边找到玛雅 而他 也没有再挣扎 缓缓从悬崖跌落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 他和乌梅一起 搭上了逃往其他城市的班车 继续他们来不及完成的约定 一锅大麻烦 从一锅汤开始 从一锅汤结束 没有人知道 玛雅是真的希望 有人爱喝他的汤 还是单纯喜欢享受 别人对他投来的崇拜 两种想法 却是不一样的行径 而乌梅对玛雅的情谊 到底是真是假 说是真 可他不仅背着玛雅勒索普拉 还跟会计 不清不楚好几次 可如果说是假 他又确实为玛雅做了不少事 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只能说一眼就得脑动是真大 悬疑 奇幻 亲情 爱情 等等多种元素 就跟片名差不多 都是一锅拳端 看完剧的你们 又是什么想法 这样的冷门佳作 在你们心里 又能给上多少分呢